中英关系又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在此之前,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经用黄金时代来形容中英之间的双边关系 但今年初始,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遭到取消 英国甚至号称要派航空母舰来中国巡航 这180度的转变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 分析人士认为,英国对中国关系的突然转变的主要原因还是英国脱欧进程 自从英国脱欧计划公布以来一拖再拖 民众和下议院似乎已经对脱欧计划失去了信心 在这个时候,英国政府可能觉得与中国相比更需要来自美国的帮助 所以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时期,英国选择站到了美国这边 派出军舰和在东南亚修建军事基地 虽然没有指明道姓针对谁 但是这些行为毫无疑问都是在刺激中国 让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分心 美国把这种行为当作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来换取美国的帮助 2017年,中英双边贸易总额高达790.34亿美元 我们每年都从英国进口200多亿元的商品 还有大批游客前往英国旅游 英国似乎只想要这些经济利益 把中国看作是源源不断的奶牛 并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 但是英国更应该清楚 自己早就不是那个日不落地国了 在军事和经济上 英国都很难再与中国同日而语 所以还是收起自己的小算盘吧